大家好 我是世強 多謝大家看我的世強遊記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長洲碼頭 我今天這條片就是介紹尋找奇石系列的長洲篇 待會我會帶大家去行張寶仔洞 五行石 魚刺石 玉璽石 人面石和花瓶石 今天有很多石要找的 現在我身處背著碼頭 我們向右手邊走 沿著海皮的方向先走去西灣 走到西灣需要再轉路上去張寶仔道 我們先走著 記住沿著海皮 右手邊是海皮 向這個方向一路向前走 好 我們沿著海邊 到這個位置 都是要靠著海邊 就是轉去這個方向 走這條叫做中興街 好 我們繼續走 總之 去到最後都是貼著海邊走的 去到最後都是貼著海邊走的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天文台說會有34度 好 現在我們走這條就是大興堤路 繼續向前走 繼續向前走 好了 我們沿著這條路一路走 過了中興西街 有個地方想去一去 就是左手邊轉左 我們去中興街的天候廟 為什麼會過去那邊呢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石頭 很特別的 但是看來看去 人們只是拍了一張照 沒有介紹到什麼名字 去到再看看 前面就是天候廟 我就過到去 我再找到石頭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到天候廟 我已經看到那塊石頭 出來的效果 跟人體相有什麼分別呢 我先看看 看到有什麼東西的 人面石 人面石 看不看到類似的人樣在那裡 兩隻眼 鼻子 嘴 但是給不到名堂我 那我就說路人甲 在路邊有一個類似人頭的石頭 好了 如果你們知道這個石是什麼名堂的 就留言告訴我 那我這裡就 首先找到我第一個 未來過的石頭 那我叫做路人甲 好了 那我們沿著 天候廟的正面 走出去海培 跟著靠左 繼續向西灣的方向出發 那繼續去我們第一個找的地方 就是張布製洞 好了 走到出海培 跟著繼續靠左 靠著海邊 一路去 去到差不多尾了 那邊是西灣來的 那 沿路就是這樣 那我們一路向前走 走到這個分岔口 我們轉進去 長洲西提島 繼續向前方向 進發 沿路走的風景都已經很美了 有海 有藍天 有白雲 好 我們沿著長洲西提路 走到盡頭 看到這個牌坊 我們穿那個牌坊 跟著向前走 左手邊有個公廁 右手邊有個公廁 如果你去公廁 我們去公廁 就是這裡去 如果不去 就沿著這個石砌的欄杆 向上走 走到很短的路 左手邊 就會有條路 轉上山 那條路就是張布仔路 就是前面 綠色有條柱那裡 就是了 就是垃圾桶的位 OK 如果這條路 直去 就經過天后宮去張布仔洞 我們不經天后宮 那我們走這個 這條路是張布仔路 都可以去張布仔洞 好 上 看看後面的風景 一條路 來到這個位置 有個 切入線 就是右手邊 有條路 就是剛才天后廟那條路 就是走上來的 那我們不要管 繼續向前走 旁邊 原來以為有個公廁 左手邊 我們穿過公廁 繼續一條路向下走 就是去張布仔洞 這裡就是張布仔洞的郊遊區 OK 我們向前走 我們沿著條路 一路到最底 那麼 張布仔洞就是右手邊 張布仔洞的入口就是右手邊 出口就是左手邊 OK 那我現在就 追一一番 想當年我小學 畢業旅行 就是來捐起張布仔洞 OK 我現在又要回味一番 好 嘩 嘩 很多人 對啊 已經排隊下了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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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跟不就跟我有頭燈 是嗎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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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現在開始下去了 哇 兩層一層 沒有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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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難搞 沒有頭燈 沒有頭燈 真的難搞 好 好 來到這裏有條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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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 剛才說 有兩個年輕人 下來了 都回頭 說太黑了 所以我這次有備而戰 戴定個 嘩 這個洞很低 戴定個頭燈 嘩 好窄 以前我不是那麼辛苦 那晚在我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真的那麼辛苦 好 現在我有大份有肥佬 好 OK 有一條梯子在那裏 好 好了 捐完這個張寶仔棟 四十多年前的回憶 回來啦 哈哈 OK 嘩 剛才有一個位置特別矮 不是那些人說撞到頭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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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爬完張寶仔棟 又出口 嘩 看去那一片呢 就是五行石了 我們稍後會經過的 我張寶仔棟出來 就以這條樓梯 向上走 嘩 鑽不鑽你們鑽主意 我就有點情意結的 所以過來鑽一下 嘩 好 向上走 好 好 欄杆上到五上下 這裏寫著去 鮑魚灣的 看到嗎 那就是這個路口 很奇怪 這裏寫著 此路不能通過五行石 但我記得我們是走這裏去五行石的 好 走來看看 到最底呢 呈現一些疊石出來的山東 山洞 那我覺得我理解就是 這條路如果水漲的話 就應該是過不了五行石 我想它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上次都是走這裏 走這裏過去的 那是很近水位的 嗯 OK OK 那我們繼續下 好了 穿過一些石碟 石垃圾 來到綠色欄杆 那我們向上走的 那這個其實 拍照挺有趣的 那些石垃圾 那些石垃圾 這間我都拍到很多 一路向前走 沿著黃欄杆去到尾 那平時呢 水退呢 我們就要走過去的 那如果水漲的話呢 我們就爬欄杆過去的 那現在 可以不可以呢 就不知道了 過去看看先 OK 我們現在 呃 水漲啊 爬這條樓梯 那平時水退呢 就要走過去的 那水漲呢 我們就會用這條樓梯 在一個邊 側走側走 這樣側過去的 那 那現在 讓我自己看示範一次 那 有危險性的 那 自己想過 做不做到 做不到就不要做了 那 那看一下 什麼時候潮退 潮水退才好走這裏 啊 噢 剛才說去不到五行石的原因 就因為 水漲位去不了了 我想大致想 什麼時候就是這樣 我 那麼快我就在那邊 過來了 跟著呢 就這個 石仔 下去 下去 跟著就沿著牆邊 那裏呢 有人做了 人造勵盒呢 在那邊呢 過去的 那我又 這裏都有條繩扶著 一級一級落的 OK 那我又過道去再拍 爬了那塊石 來到尾呢 這裏呢 有條鐵梯 都 慢慢來啦 小心點啦 那條梯 都 少少生鏽的 那 那 來不來就 傑機決定了 就有風險的 這裏這樣爬吧 水退啦 最好 看水退時間 啊 穩陣一點 好 我現在去到五行石的位 那剛才我就是去到欄江 跟著 拿著 石絲網 去到那幾塊大石 跟著下去 再上這塊石 再沿著樓梯落 跟著再 沿著這裏 走回來 走江 一路走上來 那就來到這個五行石了 這個五行石的 特色就是 其實只有五塊石 還有這塊石比較有趣 就好像圓空了在路邊 那樣 在崖邊那樣 是比較特別的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附近 那 之前呢 我看片呢 就有人在這個位 游 下去 這個大波板 大波板再向那邊走呢 就好像有坦克石 還有一些怪獸石的 但這條路我就沒去過 那我仍然不今天帶路走 因為 我主要是帶我會走的路 好 那這個五行石 這裏 這裏 有幾條路的 那站在這裏拍下照 都蠻特別的 好了 拍完五行石了 那我們就開始離開了 繼續沿著這條路 咦 這裏也能進去 坦克石在哪裏呢 因為我上次見別人的煲片 是沒有介紹的 但是就在這裏 下去的波板 之後呢 那邊呢 那我下次 有空再來找一下 找到座話 找到座話 或者有人知道哪裏 留言給我 好 繼續向前走 走這條路 好 走了一段路 來到這裏 下樓梯 看到前面的沙托很美 這裏 白曹灘 白曹灘 白曹灣 那我們等一下呢 走到那裏的左轉 就走回山頂 到西 上山 去魚翅石 看這裏的風景都好美 走到這個盡頭 轉右再轉右 轉右再轉右 轉左再轉左 轉右呢 就是這個沙灘的 那我們現在是轉左 多看 剛才的路口轉左再轉左 由這條路 駁回山頂到西 就是 長洲的山頂到 好了 沿著這條路 一路向前走 走到上去 匯合一條路徑 這條路就是 去長洲墳場 也是 長洲的山頂到西 那麼 其實這條路就是墳場的一帶來的 好 我們一路向上走 走到墳場的最高點 由手上去樓梯 再上高位 去到高位 跨欄 再下球 就去到魚翅石了 向前走到這個分岔位 那我們就靠右 靠右 靠右繼續向上走 靠左都可以的 不過過了前面 又要回頭再上山 因為距離我們那個路口位 都很近的了 好 好了 接著這條路走 走到這裡 這個位 左手邊有條樓梯 右手邊有條樓梯上的 那麼就是看你上 啊 跟著我們一上到頂之後呢 就有個欄杆的 上去再說 到最頂 貼著欄杆 轉右 一路去到盡頭位 對 接著那裡就可以跨欄了 走到盡頭 那這裡簡直有人放下椅子 我們就在這裡跨欄 跨欄過去 接著就 下一轉 那一段路呢 就去到魚翅石了 啊 挺細心 椅子都放在那裡 OK 其實這裡應該是墳場的最高位 來的了 那你留意一下 最高位 有些綠色欄杆 下來 那 OK 完爛了 開始要走山路了 還有崎嶇的山路 油繩下去的 剛才那個比較急的斜路 好 接著都是山路來的 一條 那 下到下面 石邊 那就可以 找魚翅石了 不過這個魚翅石呢 最早期呢 是叫做火把石的 接著 我那個期 我那個年代呢 就是幾年前啦 那我就見到別人呢 就叫做魚翅石 多些的 那我實實上 我覺得是像魚翅 接著 近期呢 聽到人呢 那裡已經有新名詞了 叫做天使之形 就是 旁邊配合那塊 石 拍出來呢 就好像有一個刺旁在我後面 那 那 什麼名堂 不要緊 最緊要讓我找到塊石 到時候你自己想像一下 誒 有人 在這裡上來了 好 我們繼續吧 到來平衛位 接著有些大石 煞時間找不到條路 原來正前方 正前方向的位置 還有條路的 OK 下到去露天位了 左手邊有條路 但是我們走右手邊 嘩 已經很多人在這裡了 這麼多人 哈哈 好了 繼續 嘩 這裡整個樓梯軌 那樣下 那些師兄去釣魚 好 下去再拍 穿過蜜林了 終於見到魚癡石了 那條路都真的挺難走的 那要有心理準備 能力控師過來 好 那就輪到我了 OK啦 我們魚癡石 拍完了 那準備走了 OK 然後就抓到這裡 從這裡上回去 這次就從這裡上回去 這次就由這裡上回去 然後就從這裡上回去 那兩個路你選擇 上次我們就從這裡下的 我老婆下不了 這次我老婆在這邊下 然後再下 OK OK 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 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 好,在这边,在这边 这边的酒可能会好一些 好多 这边的酒好,好多 好了,我们爬上来 接着,就要沿路 这条绳 向上,上回去 刚才的坟墙的位置 下了坟墙的坟墙,我再跟大家说 好了,沿路的樓梯 下去山顶到西 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往右走的 我就转回左手 看看,这里有个化宝盘 这里有个化宝盘 No.38号 那就是说,你下次见到No.38号 化宝盘 再向前走一点 右手边有条樓梯上到顶 那条篮缸就是了 那我们现在沿着右手边 继续走,山顶到西 沿着山顶到西 来到这个位 现在已经再次进入山顶道了 没了个西 那旁边有一间小学的 叫做錦江小学 OK 接着我们现在都是 进入了山顶道了 我们要去南藤 南藤的天后庙 好,我们沿着山顶道一路走 走到这个位 这里有间南藤 那其实多少号呢 山顶道24号 OK 这里有三条路 一条路由左手边 一条路直去的 我们就转右 转右我们下去 南藤天后庙 就由这条路就下 好了,转左右 接着来到这个位 就转左 不要到下面了 刚才我下错了 就由这里走 好了,转了弯 走前一点 这里 右手边有一条栏杆 那我们就下去南藤天后庙了 哇 有空来这里 摸一下半天 都漂亮的 我上次来很多 女孩坐在那里扮文青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特意 反正都是走过来 这里给你看 这里就是南藤的天后庙了 这一个大平台 好了,我们拍完照打完卡了 我们又沿完这个方向 这里又摸上去的 OK,继续走 南藤天后庙 走到这里 两条路都可以的 直上 那我们就转右 我们上次都走右 右边过来的 好了,上到去 走回山顶那里 那我们就转右 都是走回山顶那里 左手边这里呢 就是 持右静修院 坐着 静修院 来到这个路口 有个直去的 那我们是转左 都说坐着 静修院那里走的 那 向上走 这条都是斯高路来的 好,继续向斯高路那里走 走啊 走到一段路前面 左手边 有一条路进来的 我们不要管它 我们继续走斯高路 好,就是靠右 继续走 说回 我们起步道 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 走了7.5K 现在都走了三分之二了 应该去人面石 玉璽石 花瓶石 接着就会经东湾 出去市中心 接着到码头 那都是完结的了 好,继续走 那么 第二个期待 人面石就真的好正的 我觉得 本人觉得 OK 去看看 好,沿着条路一直走 走到这个位 花瓶山庄 来到这里 一边就转左 我们的转右 转右 看看这个牌 写着 往花瓶路去小长城 我们就去小长城了 因为 玉璽石 洋面石 和花瓶石 都是在小长城那里的 OK 看看上面 看到有芒果 哇 好多芒果 有些红红的 绿绿的 绿绿的 那条路不难走的 沿着那条路走 好 来到这个位 前面直去应该是住宅来的 那我们就转左 再沿着楼梯下呢 就应该到小长城了 那这条路很好行的 没什么难度 少少楼梯 跟着多数是平位 少少 平位落少少 OK 来到这里 我们开始沿栏杆下楼梯了 好 楼梯落到最底 就变了有些石屎的栏杆 这里就是小长城了 我们已经到达小长城了 那 我们直去就是人面石 但是不要了 我们顺着再靠右闲 先去到个玉璽石 这里都有介绍的 呼嚕石 羊 山羊石 毒蛇石 不是很像 OK 有个花瓶石 叮当石 我都觉得一样 一样 唯独人面石 就真的没得谈 我们现在先去玉璽石 现在我们已经在走小长城了 好了 小长城的尽头 栏杆以外 那里就是玉璽石了 似不似就自己判断了 不过既然它能展示出来 带来这里看看 就是这个了 玉璽石 OK 就是这个了 好了 玉璽石的影响完了 OK 那我们就到此一入了 接着我们去人面石 右沿路接返 走回刚才下楼梯的位置 接着就 现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个缺口 那里走出去就是人面石 那就去到再说 我们又走回来 刚才楼梯下来这个位置 好 右手边缺口 转下去 有人就应该的 这个位置那么似 那些姐姐在这里休息 那些姐姐现在 假日呢 我觉得很明智的 他们不出去围园那里 不如走一山 享受一下大自然 我觉得做好了 这位置 说完 转弯 屈进来 这个石呢 就是人面石了 但是哪个位置似呢 那就走进去了 好 好 好 我们 进来看看这个位置 捐过来这边 好 看着 Hello 这个就是人面石了 我再退后一点 让我退后一点 鼻哥 面猪灯 眼咀 下巴 出来了 好的 我先拍一张照片 好了 我们现在在人面石了 看到人面石了 看不见到一个人面石 我觉得就好似了 有人說是天使的眼淚 因為它的眼睛有種紋 好像是在流眼淚一樣 應該是雨水在那個粒子裡流下來 出了一條痕 自己想像可以很美很美的形容詞都可以 最重要是自己的感覺 好不好 那我們走完這裏 我們就出去看花瓶石 這樣就完成所有石頭了 OK 拜拜 拜拜 好 出去 出去呢 海 出一點點 有個叫呼籠石 但是就一般一整齊 OK 不過我看到很多姐姐在這裡聚會 看看出不出去 出不出去 出不出去 嗯 嗯 我們不斷出一出 看一看 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那塊就是呼籠石了 好像有些人頭奴過 有兩個位置 凹了就像兩隻眼 那就當它是呼籠石了 好 對面那個就是花瓶石 那我們最後的景點 OK 那我們出發 去花瓶石出發 又還原基本步 又出回小長城 那剛才我們樓梯下來 去那邊 向左手邊走 向左手邊走 就是玉仔石 玉璽石 現在我們拍完了 這裡出回來呢 向右手邊走 小長城出回去 花瓶石 好了 沿著小長城 一直走 走 走到這裡 左手邊有個缺口 這裡有一條樓梯下去 我們這邊走過來的 這個樓梯下去呢 就是花瓶石了 好 我們下去花瓶石 這裡有個觀景台 我們走到觀景台 看看花瓶石先 好 花瓶石就在這裡 像不像一個花瓶啊 自己想吧 我就下去呢 就鑽進去 裡面有一些石垃圾呢 拍出來的海景挺漂亮的 那我今天不下了 那我看看 那這裡有個比較怪的石 叮當石 叮當石 因為我 不是很覺得錢 所以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剛才我們就在那邊 那塊就是人的石 好了 那麼 花瓶石都拍完了 那我們就現在 走上去 小長城 繼續走出去呢 就是 觀音灣 觀音灣很短很小而已 然後到東灣 去到東灣過了醫院之後呢 左手邊 有條路就直出去碼頭了 可以順便賣一些 超級的營餘蛋吃 好 那我們現在 到小長城了 那就繼續走 去到尾有一個亭 那個亭再有條山路呢 再下去就是觀音灣 好啦小長城 又走到 去某個位 又有樓梯上 上到這裡有個涼亭的 如果累啊 辛苦就在這裡休息一下 那如果想繼續走的 就穿個涼亭 旁邊有條路 繼續走小長城下去觀音灣 好 OK 繼續走 沿著條路一路走 欄杆一路走 那來到這個分岔位 我們都是直去的 向下的 不會向上的 這條路去明愛明輝營 明愛營 我小時候就在這裡路營 縮營 OK 沿著這條路再向前走 好啦 剛才那條路一路向前走 有兩個分岔路的 一條就是左手邊 就是向上走的 就來到這個亭呢 穿過這個亭再向著 長洲體育路走 那但是剛才那條路 右手邊呢 落斜呢 就是下去一個灘 下去觀音灘 但是觀音灘 都有條路可以走回東灣的 那我們就走上路了 OK 那我們就轉到斜了 穿過過良亭之後 沿著長洲體育路 走下去 就會去到東灣 好啦 下到沙灘 沿著沙灘 旁邊那條路 都是叫做長洲體育路 走 走到這座綠色的建築物 跟著就轉了 見到呢 有間醫院的 那我們又不是在那裡走 就靠著這個綠色建築物 繼續走 跟著前面轉彎呢 那裡 就是去長洲下頭了 走到去 轉彎位了 就是左轉入去東灣路 這邊就是 長洲東灣 泳灘 好 這條路呢 直出去就是碼頭了 那去到碼頭 就完成了今天的路程了 那其實 如果覺得太長的 那你就可以 五行石 五次石 一一次走 那另外一次就來 玉璽石 人面石 那又會舒服很多 不過既然進來的 就一次過介紹了 那跟不跟 你們自己想 那能力得的 就走完兩條 如果覺得比較勉強的 就分開兩字來走 OK 那我現在繼續去碼頭 等一下買些超級大魚蛋吃 先 好了 終於來到碼頭了 那我今天的長洲篇就完滿了 等一下 我由起步到現在呢 走了四個鐘頭兩個字 走了十一谷 十點五公里 那就 這裡就特登為大家來走一圈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 那算了 還沒到 那我就完成了一段影片 就去買東西吃了 那多謝大家收看 世強留機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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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